我拍到的主題就是有關於生活 有關於男同志跟性這一方面的東西 喔 是 拍輪向我會請他建議去找別人 可能更厲害的人去拍 對我來說不是我的長處 你幫你的名字是在手上耶 而且是試注音耶 這故事很好玩 這是我媽寫的 她看綜藝節目的時候 我就叫她寫我的注音 因為我覺得注音會 會讓我覺得 她是比較屬於童年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她很像代表著一種純真 OK 對 你覺得你是純真的人嗎 我覺得我還滿純真的啊 因為我也滿認懂其實 可能我們在談論性愛這件事 但不代表她不純真 當然這是兩件事吧 那你叫過幾人 八人 哇 好像是所有人目前中最多的 那我剛剛很短暫喔 大部分都是約炮認識的 嗯 那怎麼進行到下一步 就是很契合 嗯嗯嗯 就是暈船了 要暈船就代表在這件事情上是很 契合的 舒服 對對對 所以這才是 我覺得我把它信放在第一位的要素 那你剛剛是要往後會 每天 或者是 頻率非常高 沒有耶 我是那一種 新鮮感沒了 就是要開放四